大家好,又回到我们的望向编辑部Youtube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郑别施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邦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静向晒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讲讲 这个都叫做,我怎么这么说,讲明叛国 那是什么事呢 可以 这位都挺失丽的 这个是巴拉圭二十岁的一位选手 他亦有很多人说他穿着比较小步 我觉得这个没什么问题 其他东西就有问题 穿着小步有些人觉得是少,有些人觉得是多 这个没得说 但其他问题真的要看一看 这位是女子一百米蝶泳 预赛被淘汰的巴拉圭选手阿朗索 他因为静悄悄去了迪迪尼玩 而且是惯精品店,没有帮队友加油 所以被巴拉圭奥祖委认为行为不检逐速选手村 我都这么硬 我才去不行吗 是的,真的 滴滴你很重要的 他亦说 你把逐速选手村 我直接退役 他就说 我澄清没有人赶我走的 我自己走的 这个其实有点点 他不觉得是跌倒了 叶翻沙沙 也是的 对吧 这位姐姐挺任性的 是的 其实他最大的争议就是 他在奥运会前跟奥委会说过 比起我祖国巴拉圭 我更加愿意为美国作赛 这样为美国效力 其实如果你是巴拉圭人 愿不愿意听到 我就问一问你 不是那么好 这位阿朗素女士 她被淘汰之后 就静悄悄地逃出了选手村 去了迪迪尼过夜 因为她应该是住宿那些 亦是狂地去精品店买东西 奢侈衣品 这些东西 对此巴拉圭奥委会 他们发了一份官方声明 他就说阿朗素 这种行为 为整个团队造成不良的影响 实际上是 他们有规定要帮自己国家的队友加油 是吧 还有 你差不多回去之前 才挂不住吗 是吧 原来 亦都说阿朗素没有依照规定通报 擅自离开选手村 而且你如果擅自离开 会不会有安全隐患 是吧 那便便便离开了 那便说他 没有依照规定通报 便便离开 那便说这个是违反了 巴拉圭的 是运动员的 规则行为 事后阿朗素说 你这样说我 我便立刻退役 不玩了 你自己搞了 并且说我真的去美国 因为他真的去美国 他在美国读书 回美国读大学 谁知道你们这么多吗 其实 当然他事实上也是 他是外卡选手 这个名额也挺珍贵的 以外卡选手的资格 出战屡至100米的蝶蝎 但他曾经 亦都指控巴拉圭奥委会威胁他 你威胁我我就退出 阿朗素就说你是不是想羞辱我 最多就退出 他说得好像巴拉圭女性在奥运 取得成就一样 他说好像没有取得成就一样 我又觉得不错 不关事 现在是纪律差 纪律差 别人叫你不要出去玩 你就出去玩 而且真的不知道你去了哪里 你知道巴黎可能有些地方治安不太好 他应该去巴黎滴滴来 阿朗素就说 自己本来 就是想着跟队友和其他人打声之呼 但你没有了 反正就是这样 我爆料就说 他跟巴拉圭的队友和官员 相处不容赫 反而我更想为美国作赛 美国给你作赛 美国游泳这么多人才 这一厢情愿 更想为美国效力 也说代表巴拉圭参赛 不是一件快乐的事 难怪巴拉圭的国人在喷他 好像很小气 而且是理错 任性 其实他家底挺好的 好 好还是差你都要守规矩 说明不得你 周围走 为什么你会觉得这样可以呢 还说别人不尊重你 好像你没有尊重你国家 比较多 当然了 欧尼 可能也知道国内反弹 非常感谢大家支持 对不起巴拉圭 我只是感谢你们 自己是 流着泪 就是要退役的 我看到你好像很不在乎 炒就炒吧 那就走啦 我去美国我去哪里 都挺费气 作为一个运动员 画多画少 不是画多画少 是真的要听国家说的 你是代表一个国家的 对吗 原来他也说他穿着过院清凉 这件事我就觉得 好像不是普普通通 可能我都在西方那里长大 并且说他这件事 大家听真一点 巴拉圭媒体说他和其他男选手 有过分亲密的社交行为 是社交行为 听着 社交行为 就令巴拉圭的管理层对他很不满 因为他种种形象已经影响到其他运动员和国家的形象 当然了 其实先知离开选手穿行为 是压倒落陀的最后一斤稻草 不出奇 应该把他忍了很久 也说他在队内制造一种不适合的氛围 令到其他人 而且你要知道 巴拉圭媒体 也访问了其他选手 好像对他的意见很大 如果大多数人都不善 跟你相处得融合 究竟是怎样呢 可能背后的故事也要想一想 背后的故事也要想一想 你说他是不是真的做错了 是他真的做错了 但他就好像不在乎 后来他又说哭住退役 这些我认为真是假 如果你哭住退役 你应该对于整个荣誉感 很重视巴拉圭的奥运代表团 但你又看不到你是这样 反正你明白他去了不少 就是这么简单 之后巴拉圭奥委会主席 也最后跟当地电视台说 我们是一支严肃的国家队 我们来这里的目标 就是比赛 不是旅游 不是去逛街的 没错 没错 对不对 对 反正呢 刚才你说这位阿姐家有家底 你自己来也可以 对啊 需要跟国家队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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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讲开 还有就是一宗争议事 其实我也不是争议事 巴拉圆奥运差不多是进入尾声 其实香港队有些都回去了 江小姐就回去了 但是呢 这个奥运 亦都在国内有些叫 饭圈文化 体育饭圈也有那些 粉丝 但有些粉丝就很疯狂 而且造谣的 当然了 有些说 斯粉丝很激动 不好意思啊 中国公安部也公布了 对于这些言论不当的帐户 他们封了六千多个帐户 亦都叫 这个公安部就叫 中国的网民要理性发言 这个当然了 所以你说 什么斯粉丝 不好意思 他们如果乱说话 就是有惩罚的 就是封他们的帐户 看回饭圈这个词 其实它就来自于英文 就是Fans Club 之前一直 只限于演艺圈 就是翻车翻车 你记得饭圈的人 有些很有钱 他们很疯狂的 后来随着很多运动员 男女也很英气 所以有些人是很迷戀的运动员 也很迷戀的运动员 有难值 很多优势 小潘就是了 潘展乐就是了 潘展乐因为是98年 亦都长得不错 你想想 他一站出来 整身的身材 那么健康的话 说真的 我是男生都看到 都看到两眼都很正常的 都很正常的 另外是莎莎 莎莎就是 很甜的 但是 你怎样喜爱他也好 就不应该在网上造谣的 原来 这个 公安部 也都说 有些帐户是制造了 在队纳和人身攻击的 例如 就是这单最出名 就是今届女单的决赛上映 在中国大战 最终陈梦就以4比2击败世界排名第1的 阿莎莎 孙明沙 但是无论是善上还是善下 中国的球迷 都是 一面倒这样 支持 孙明沙 这个不是全部的 其实也有很多人支持陈梦 但外媒说不是 你又知道不是 对 在场内也是 遥其立善 但是就对 陈梦 口珠不法 作出诋毁陈梦和教练团体 的一些言论 对 还说他跟人家有些不正当关系 说这个很坏格 一个女孩子被你污衊很大事 官方肯定出手 但是他们说 阿习又是限制言论自由 什么 这些造谣就不是言论自由了 是的 但是他们这些1450可以造谣 官方肯定出手 微博也清理了这些 是有不良信息的微博的 在post 12000条 300多个 违规帐户 禁言 甚至永久封禁 小红书 亦是 有人发布了多条文明 棺材 违反了的这些行为 亦还有B站 其他也有Kiri Krak 总共 有很多帐户避风 对 北京市公安局 大兴奋局 亦在微博通报 由于 接触群众的举报 有网民在微博 转发诋毁 运动员和教练的讯息 逮捕了一位29岁姓贺的女子 那些人说 习近平有乱逮捕人家 管什么事 他说的真是很夸张 你有看过微博 说到他 好像很不干净 这样的 其实这个 陈梦 和孙并沙是很好的朋友 行内的人都知道 后来就说他恶意 偏造讯息 公然诋毁他人 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影响 是很恶劣的 大哥 你看那些传出来的 已经是 我觉得已经是犯了法 原来 他亦被刑事拘留 做得好 这些 根本应该做的事来 他们就说不是 小粉红真可憐 帮国家造事 不好意思 小粉红从来 都不是国家的 这是体制一部份 他们 大反应运动 其实我说真的 会不会有些 450办 原来 不出奇 不出奇 当然我们没有证据 但是 就算怎样 你如果踩到法律的这条线 就肯定受到惩罚 就是这么简单 想上海市委 网信办已经下达 防止场外 是 操音杂 音滋扰中国 运动员正常比赛 营造文明棺材的 文化和理性发言 抵制这个犯圈化的乱长 在这个事件影响下 B站也下跌了3.66% 股价下跌 关什么事 以下 它升了就关键 如果黑黑就要顾着股价 股价什么 它能忍受你 拉人 没错 有没有可能 对 只要一口笑 好 今节来到这 多谢各位再见